在两面夹击中玩我是僵尸啊 什么情况 中间有五个冰冰凉凉大喷嚷 没错 今天咱们就是要得到它 那根据有猫先打猫尾草的话 四五路的两个猫得先干掉 兄弟们 来咱们直接两面夹击 四五路同时上 漂亮半舞巨人 加冰地啊 那咱们接着四路在两面夹击呗 普江 我去又来冰地啊 这是要直接平推了兄弟们 只要把四五路先干掉 我去怎么又来半舞巨人啊 这是真的要平推啊 兄弟们 四五路一个不留 好吃得很干净啊 兄弟们 从此他们和冰冰谈谈大喷嚷 快乐的生活了在一起 好 现在的话咱们发现 打二路的话 一路有黄油争哥的影响 打黄油争哥的话 一路的双头射手 所以咱们得先打双头射手 是吧 至于三路的话 和其他路没有连路 肯定是最后打的 好 最后一个双头射手啊 打完之后咱们就打真哥 真哥配上钢鲜果 其实是非常难打的 更何况二路还有一个灯在减速 这就变得非常恶心了 喂不是吧哥 一千阳光连黄油这么多都干不掉啊 那何谈二路啊 咱们一路都过不去啊 兄弟们 等会儿啊 这关不对劲 咱们直接重开啊 四五路肯定是要先打 这无需之宜 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得到中间的冰冰娘娘大分枯是吧 四五路要打呢 是因为他两边都有全屏追踪植物 但是一二三路 一二路至少他没有啊 是吧 所以一路我只打左边就行了呀 我不打黄油真哥不行嘛 是吧 来咱们先把四五路搞掉啊 哎 左边的鸡哥他不打篮球发现没有 这是一个成熟的鸡哥兄弟们 好不容易啊 总算是干掉了冰瓜他猫的 不错 最终还是干掉了四五路的冰冰娘娘大分枯 但是一路的圆环来了兄弟们 当然这不直接得戳爆啊 圆环配大爷 哎呦这下可舒服了 那一路稳妥了咱们就打二路呗 二路打完咱们待会再打三路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兄弟们 圆环和大爷在一路打了这么久的冰冰娘娘大分枯 他居然没反应啊 南部城从左边打他 他是无敌的 然后我看了一眼血量啊 果然这大分枯一点血都没掉 他这不玩犊子了 那最后的话咱们还是绕不过黄油真哥这个坎啊兄弟们 那现在咱们就剩这么点阳光 打一二三条路 那肯定又不行了呀 咱们直接重开啊 没想到又来到第三把了 说实话这个关还是比较棘手的 黄油真哥配上钢筋果 我是真不想去打他兄弟们 五路开局还算不错 两个盲盒就吃掉了寒冰糖猫的 开局尽量少花点阳光 哎五王巨人来了 咱们开局尽量少花点阳光 给其他路多留点阳光 来咱们现在剩1475啊 看看这一波能否冲掉四五路 漂亮有五王巨人的话 有可能还能冲掉三路 哎呦啊四路还有兵弟兄的吧 这个开局就很舒服 直接拿掉了三四五路 说实话三路也是非常头疼的 那现在就很舒服了呀 1475阳光只打一二路 黄油真哥我来了 今天我必吃你 好咱们还是老规矩 先吃双头 好现在咱们就要打真哥了啊 2000阳光咱们才花了不到一半 漂亮红皮提升直接来了 但是他一个人好像不行 来咱们直接给他上帮手 变身之后咱们再补啊 看情况 好漂亮这下两个巨人 我看你黄油真哥还打得过来 伤害这么高吗 红皮提升怎么这么快就没了 来咱们再给他补一个啊 来红眼 一定要咋着黄油真哥啊 就看你了 咱们还有一千阳光 应该是不黄的 变身 变了什么 我挂漂亮 直接压了 来 现在咱们就直接猛攻二路了啊 这么多阳光我就不信过不去 漂亮冰车巨人 这下直接稳妥了 居然是个烧警 specifications 治便